这草地上怎么有一人 躺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 是累倒了吗 看了半天了 一动也不动 大家好 我是范尔哥 大家经常来奥森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奥森板块又有三个标志 这三个标志性建筑 一个是中国历史研究院 就是我后边的 另外呢 两个是它的对面 是工艺美术和党史馆 这两个呢还在建制之中 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党史馆 这个呢就是工艺美术馆 在他们两个之间 在这两栋建筑之间 还有一块大空地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休息 我是六弯走到这一块地方的时候 这个大工厂也是周边居民 和一些人来这里六弯的地方 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一个人 戴着黄帽子 穿着黄色的衣服 躺在了地上 我看了大半天 一动也不动 这大冷的天 怎么躺在这呢 后来想想 应该是周围的工人吧 在这里晒太阳 但是草地上很凉 也会很湿 北京这时候 虽然不是冬天 但也是挺冷的 这草地上更是冷了 现在看着没事 等上了岁数 估计就会落下病根的 您说是不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